接下来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面熟 坐在我U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毕丽仪宝 迪南独中 一边 行政记同学 二边 关顺宇同学 三边 坐汉同学 四边 正上美同学 欢迎你们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 反方的代表队 荣博兴山苏丹伊斯迈国中 一边 陈春丽同学 二边 黄立新同学 三边 张成辉同学 四边 马俊荣同学 欢迎你们 当然 除了比赛双方 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今天决定胜负的女朋友任务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名义生 第一位义生 郑天丽先生 他是现任理科大学辨论队教练 第二位 陈友堪义生 他是2010年全中变冠军 也是2011年全中变季军 兼全场最佳 以及2013年分辨的亚军 三位评审 黄敏耀先生 他是中变大学辩论团前辩手兼教练 感谢各位评委 白白中冲框出席参与粉丝的赛会 欢迎你们 好了 相信大家对比赛的程序已经相当的了解 那我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题目是 正方 晚婚现象的主因是文化因素 反方 晚婚现象的主因是经济因素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晚婚现象的主因是文化因素 反方 晚婚现象的主因是经济因素 好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游行正方议变 舞蹈讲台 您的设计时间为4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头发言 后开始即时 游行 各位评判 对方编语 以及在座的观众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方立场的晚婚现象的主因是文化因素 首先让我来对今天的变题下定义 根据现在汉女规范大词年 晚婚的意思是只达到四分年以后 再会成若干年才结婚 而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选貌 包括了干民族的一切物品 观念和做事的方法 如艺术 信仰 丰树发明 语言 科技 传统等 简单来说 文化就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中 一些人正在做的事 我方衡量标准为 只要可以认证在造成晚婚现象的过程中 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 具有更长远性和更普遍的影响的话 我方立场就能成立 我方将从两大层面来认证我方立场 及家庭 传统文化 和个人与社会价值观 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 今天的变题是个比较新课题 我方硬不过人经济因素对晚婚现象的影响 但只要我方可以认证文化因素是主义 而经济因素是其次的话 我方立场就能成立 从家庭传统文化来看 人们之所以选择晚婚 原因是在于现代的家庭教育 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 努力用功 将来要有自己的成就 必须先有能力哑活自己 才去养别人 简单来说 孩子自身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才能结婚 但往往 在孩子拥有所谓的经济基础和足够的储蓄时 都已经踏入了晚婚的年龄 其实到底要多少才算是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储蓄呢 其实这个所谓的足够 是有赖于社会的标准和周围人群的观念 因此大多的经济因素背后的真正动机 是个人、家庭及社会观念所飞动的 另外 现今的女性就会获得高等教育 而这些女性都会想选择有经济基础 或至少又有跟自己相同学历的对象 所以由此而见 竹门对竹门 木门对木门 门当户队的传统 依然逐变地存在在社会中 而所谓的经济因素 绝大部分背后的动机 就是这种观念所造成的 从个人与社会价值 我再看 其实晚婚现象的存在 是因为有着四分年龄 在古代 四分年龄大概是十二岁 而现在四分年龄则是二十一岁 所以如此可见 四分年龄是随着人类文明而改变 而晚婚的定义正是从人类当下的文化所取得的 既然晚婚定义随着文化而改变 那岂不是证明了文化才是真正主导晚婚现象的因素吗 此外 制度方面 在一些国家 在一些国家 例如反比港和爱尔兰 当地在当地离婚是不被合法的 因为当地人受到宗教的影响 意识到婚姻无私而戏 而是终生的承诺 当地人大多都比较提倡晚婚 他们希望双方都可以拥有多一些选择和返回的机会 这就是文化因素对婚姻的一种舒服 另外 近年来女性主权高涨 女人的教育程度和演化也更正提高 在职场上获得聚业机会也越来越多 这导致男中女辈的观念渐渐被抛弃 现代女性追求的是女权和平等 在工作上大多独立自主 且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使得女性能对婚姻上的依赖降低 形成婚姻和婚婚 当越来越多女性选择婚婚时 就会造成婚婚主义普遍化的现象 中上手组 我方建杰认为 婚婚现下的主意是文化因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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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今天你对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民族的观念吗 对不对 对 所以是一个群体的观念 是 所以一个个人观念应该不可以出现在我们今天 好的方文里面对不对 因为群体就是很多个个人的观念 所以是群体对吧 对 所以已经达成功识了 是一个群体的观念 好 下一个问题 你今天告诉我讲男主义的观念是一个影响 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 对 所以是一个普遍性的话 这样请问您放有什么诺据指出男女平等 所以有联爱这些文化观念是可以直接导致婚婚这个现象的发生 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数据 数据等下 文化都被上面给提供了 好 所以有数据吧 有 你讲数几个 数据常在他们拿里我自己有没有信 所以你自己不明白 好 下一个请问你今天论阵线是怎样的 你刚才说我讲有一个文化 所以你才有那个网门的现象对吧 网门的现象本来就是一个文化 网门的现象是一个文化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现象的时候 然后鸣方的文化要怎样直接导致解释一下其中的连带关系 我又准备刚才已经解释了 讲一下你的连带关系在哪里 不是 我准备文化就长成了 而且是这样的 所以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所以连带关系根本就不存在跳跃性论上 好 今天你告诉我讲普遍性 像我今天有韩国的经济道家庭与妇女研究所 他就告诉大家 今天韩国人退职结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查证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晚婚而已 对 所以不婚跟罗婚早婚 在平均年龄结婚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讨论 罗婚你懂的是什么 罗婚就是在你不顾以前条件的时候 你不管财政 不管财务问题的时候 你去结婚 所以在这种时候 这个跟罗婚 这种不婚跟这平均年龄结婚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讨论 罗婚你懂的是什么 谢谢 谢谢晚方二变 接下来 有请晚方一变 身份 时间为四分钟 即时将与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发立场为晚婚现象的主因是经济因素 晚婚为男性32岁以上 女性30岁以上才结婚 现象是能观察到的事实 主因则是影响最广且最具主导性的因素 经济包括个人经济能力如收支理财 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如物价就业情况的 文化包含了社会观思想观念习俗等 是一个群体的生活形式 韩国经济道家庭与妇女研究所所长安泰勇就表示 人们只在财政有保障后才会结婚 国家论证 主因是影响最多人且最直接的因素 其体现层面有二 首先是个人经济能力提升 现代女性经济努力有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顾更好的生活 他们必须趁年轻冲刺事业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麦格杰透露 职业的前十年是财富增长的关键时期 一个人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收获增长可能性 取决于前十年的工作表现 找婚者在这个时期离开工作岗位 从反职场后需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时间来升迁 美国维京亚大学研究显示 三十岁以后结婚的女性比早十年结婚的人收入高56% 经济独立的女性不再急着找自己的真命片子 不再急着找长期饭票来依靠 更愿意花时间寻找适合自己的真命片子 导致她们晚婚 此外台湾政治大学机构文献也提到了一个社会常态 那就是男往下群一往上架 女性中情与自己条件更幽默的男性 在女性经济独立的基础下 她们择偶条件提高了 符合表现的对象也减少了 导致她们更难找对象 由此可见 个人经济能力的提升是直接主导晚婚的因素 再来现金社会的经济情况是第二个层面 现在风波膨胀 生活费、教育费都提高了 再加上经济不景气 就业情况不稳定 以致大家都想先有经济基础才结婚 以确保幸福的婚姻 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 日本人口问题专家疏苦名念说过 晚婚最主因其实是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非正式雇员 或者因为工资很低 想结婚也结不了 广州日报总结 英国、韩国、日本三国的晚婚现象指出 晚婚现象与现实因素息息相关 经济因素是其中主因 香港长远唐策略都岛委员会调查显示 香港今年会因为房价过高而晚婚 因此社会经济影响了很多人导致他们晚婚 各位 今天为什么人们是晚婚而不是复婚 因为人们是想结婚 却因为被经济因素阻挠 被迫延迟结婚 而这群人占了晚婚群体的大部分 结婚是为了幸福的婚姻 而不是为了要离婚收场 中国小康杂知识调查显示 影响中国人结婚因幸福感的五大因素中 收入和住房更占了第一和第三美 人们为了保障幸福婚姻而追求经济基础 大马2010年人口补偿报告显示 男性持续的原因有44.7%是经济问题 12.8%专注失业 6.3%有家庭提担 女性只有14%担忧经济问题 8.4%他们专注在学院 事业上是因为女强人 由此可见 经济就是影响最多人导致他们晚婚的主导因素 文化因素带来了什么 它带来只是观念上的改变 而经济因素是影响最多人 而且最直接的因素 还有我方强告 今天的讨论范围仅限于晚婚 互婚、早婚和果婚都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以内 因此我方坚持 随着女性经济自主和经济不景气 遇过婚姻者的最大主力就是经济因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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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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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便 对方便 您刚才在二边告诉我说什么不谈今天的平均结婚 所以是一个文化 谢谢 谢谢 对方便 谢谢 对方便 我告诉我说更难找对象的原因是什么 请问你怎么说 解决是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提到 谢谢 对方便 所以你说它有一个标准 对吗 对方便有 所以你说它是一个标准对吗 所以这个标准是一个社会的标准 谢谢 谢谢 对方便 谢谢 谢谢 对方便 接下来 有请正方二边博论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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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 谢谢 刚才我发言就说了 我们将从两个层间来讨论今天的面题 就是个人与社会家庭管理 和家庭传播 可是刚才二边就告诉我 没有听到我们有说到 可以讨论的是个人 而一直说 我们只可以讨论的是群体 对方便有我们实在很理解 还有对方便有跟他有提到 女性更愿意花时间找这问题 那这是因为经济吗 我方坚决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文化 还有我刚才对方便有也多次提到 幸福的婚姻 一直提到有经济基础 才能确保有幸福的婚姻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向往幸福的婚姻呢 就是因为社会上全部人都认为 幸福的婚姻就是好的 这就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思想性的观念 还有通常便有我希望等一下 在接下来的咨询完结 以及台湾环节中 不要一直在打发台湾手机前 通常便有我方坚决认为 今天造成完婚现象的主因是文化运速 文化的变迁和时代的转移 让人们对社会 对结婚的概念越来越模糊 也让婚后生活活成为一个未知数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 丹吉尔本特教授的心理研究报告 人们对未知总是信存恐惧 我现在将从两个角度来正常说一讲 一 个人社会的价值观 用古代与现代的婚姻来比较 人们已经意识到太早的婚姻 只会因为思想和成熟以及各种原因 带来不美好的灾难性的婚姻 从这样子果然导致了人们 推迟结婚年龄造成晚婚现象 另外 现代的社会对生活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认为生活就是要有物质上的财富 才能得到社会上的普遍任何 为了这些要求 人们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给予婚姻越来越多的婚姻 物质财富 对婚姻也没有固定的婚姻同样要尊 因此也对婚姻越来越恐惧 各位 现今的法律及教育 都在限制着各个国家的婚姻 法律阻止人们离婚 教育提醒人们对婚姻做忠详的考虑 制度上的各种因素 也让女性主权高涨 让女性对婚姻感官 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这些文化上的影响力 是不能背不失的 二 家庭传统文化 以前的父母巴不得孩子快结婚 认为那是一种家门荣誉 可是现在的父母认为 除了婚姻 亲情 教育及事业 也非常重要 这些观念及价值观 让她们不赞成孩子太早结婚 也是集中造成婚姻的主体 另外 在长子弟孙的观念浓厚的家庭里 最年长得还未结婚前 小辈都不允许结婚 这也是一种文化因素 总的来说 我方并不否认某些经济因素 的确会造成婚姻现象 那时文化因素才是更具强别性 必然性及更普遍造成婚姻的主体 因仇方坚决认为 婚姻现象的主体是文化因素 谢谢 人生的二练 请您回忆部 请缓关三练上来持续 只认为两关中 现实学生的方便您好 好 先来确认一下你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在四个年龄 好 所以我们必须看四个年龄 请问一下你怎样并出现在的婚姻年龄 是二十一岁? 为什么我说你会变成二十一岁? 法病年龄 所以你不看现实因素 我方这边整份法病 不管是韩国 美国 日本还有大马的资料都显示 现在的平均结合年龄 男性是三十二岁 女性是三十岁 所以对方不看现实认证地产 所以现在你说我们的最主因的定义 应该是更普遍吧? 对不对? 是更普遍吗?对不对? 你可以说话了 是更普遍 OK 所以更普遍的定义是更有影响力 是 所以影响力应该更广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一下你放 刚刚逃避我方问你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数据 可以证明你文化带来影响力很大? 就你放有什么数据 可以拿来吧? 感觉上是没有啦 OK 没关系 有就拿来吧 没关系等一下 好 接下来 对方便请问一下 你现在可不可以直接明确告诉我 文化直接造成我多少发现的网问? 没有 这种数据是非常出现的 非常出现的 OK 我方有你不要说我没有 你无奈我嘛 接下来对方便会传上 凡帝刚和爱尔兰的例子 对不对? 对 请问一下你放 有没有调查过那两个国家 有没有网恨是这样? 没有 你放不知道 没关系 所以你从没有网恨现象的国家 拿出例子 对方不看现实认证 你又要解释呢? 哦没有 OK 想解释 就是我们有网恨现象 他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会看的是主因嘛 对不对? 所以主因 就是在大多数的网恨的时候 好 所以你放那些数据 你放不看现实 你只是抽象的解释 你刚也成这样的 好 对方你是不是告诉我 文化是观念 对 所以观念 我们只有这种观念 过后才会被经济所影响 对不对? 对 所以不是有这种观念 才推动经济 好 所以这方先讨论 不公平论论 接下来请问一下 你从哪里得知 现代父母不喜欢孩子 找人 这不是 嗯 哦 就你自己断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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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有请马云云云云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马云云云 开课完以后 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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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方别有机会跟我方 打成共同三个共识 第一 他告诉我们讲 互分跟裸分 还有平均年龄 还有早分 这些都不应该纳入考人范围内 第二 让他告诉我们讲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概念 而且不是个人观念 对方对方二变又 刚对方二变又头头无奈裸方 讲什么 个人 我们讲个人不应该出现 然后我们又谈个人经济 这些东西的机会 还有 你记得第三个公识 就是 今天我们要在个人 跟社会这个层面 进行比较 好 今天对方别有其实 矛盾点很多 他首先要告诉我们 讲我们 他的主意就是代表普遍性 而且当我们放 要跟他们打数据的时候 也就是影响力最广 普遍性就是影响力最广 而且影响力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要靠数据来支持的时候 这样别有 就拿不出数据 我的数据在朋友那边 不要给你看 这时候对方二变恼笑 我明明有给他一边回答的时候 他告诉我 我看到他 我不要给他回答数据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好 下一个 照片今天整个路征线是怎样的 他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就会去推动 临近 然后才有完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看到我们 先后次序的非常严重 这样前述可以讲 牛顿 他发现 牛顿是很麻省的 然后他今天 他坐在那个苹果树底上 他发现了地形引力 这样他发现地形引力 所以他的关键是在他妈妈 不是嘛 所以最直接导致的因素 就是牛顿 他去发现地形引力 所以看到了吗 今天你的文化观念 在我们承认它是根本 它一个根本的概念 可是完全就没有 直接的导致到完分的发生 而且在临方 完全就没有数据来论 这个说法的时候 然后我放到你再说故事 好 他有这样说今天 有一个很好笑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讲 他主因也是一个 代表一个必然性 所以今天 只要论证到 无论是 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 只要可以论证到 他必然导致晚婚 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的立场就成立 可是他在他主编稿中 还有在他二编博断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提到一个很确切的数据 来说什么 这个必然性在哪里 而我放就指出了 不管你的观念在哪里 你必然导致晚婚这个现象的出现 就在于你有那个经济的那个 就在于经济 因为你会去赚钱的时候 你不管你的观念是怎样 如果你没有注重 如果你有注重文化 注重文化因基础观念的这个观念的话 你直接导致 就是你去做 你去赚钱才会导致晚婚 我们有很多数据 告诉大家讲 中国小胖家 之后他就 告诉大家 影响中国人 幸福感的五大因素 第一和第三名都说是 收入和厨房问题 明显是经济 韩国基金的研究所 告诉大家 两推迟结婚 就是因为财政问题 也是经济 还有 美金尼亚大学也说 好 谢谢 今天早上二阵 请正在一边上台秩序 时间为两分钟 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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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不是讲过 女性晚 是因为有这个 经济因素 她们要去做工 对吗 大家好 她们要去做工 代表她们 经济观念 想争取这种女圈 对吗 对 对 大家好 当然没有 她们想 她们追求生理圈的时候 是 她追求经济 她追求经济 就是一种 一种经济的概念 对 她追求经济 对 她去赚钱就是经济 然后就完了 她之前 她之前呢 是不是她自己赚钱 所以你又要前后失去 你要我讲很多的立场 所以又要前后失去 根本就不应该成立 对啊 对啊 所以前后的例子 应该成立 不要老婆 好 哈哈哈哈哈哈 那没有理解以前 从在古代这个场 反正女生生来 嗯 对 请问你女性 有这样的想法吗 有这种文化 有这种文化 有这种文化去去 这种文化 这种 这种女权的文化 他们有这种文化 去使她们去做工 然后倒在她们没有时间去 所以以前不需要吗 以前都没有 以前她是 她在平均年龄的时候结婚 所以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对啊 她在平均年龄结婚 就在以前没有这个文化 所以就不会倒下婉魂咯 以前不需要这种物质上的东西 可是现在一时代的变弃 我们有通过本向我们有一大堆的东西 一大堆不同的经济背景的时候 我们才要去追求经济 所以他们就是看到这些一大堆物质 所以就是经济 他们看到一大堆物质 所以他们就想去追求 就倒下一个追求物质的文化 所以物质就是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去追求经济 他们是想追求女权吗 没有,是经济 女权他就去经济 所以直接导致是他去赚钱的东西 不是因为女权出现的 就是突然间变了 听说女权别人很喜欢辞职 为什么你有兴趣吗 韩国那个讲过很多小孩推迟结婚 就是因为财政问题 还有那个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麦格杰就告诉大家 人生三分之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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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紧简单 感谢 可不可以你们加选 不可以 那我们要继续 其实严格来讲 就先上台一些吧 然后你们就把你们的数据 提给他们 然后再继续进行 好,接下来有请正方三变伙论之间为三分钟,计时将会有太多开以后,开始主带,主席 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其实,我想丢很多数据,但是对方变有中的港呢,我有很多地方,现在要质疑 首先,我从最新的开始讲,对方没有说,那个韩国的人,其实我方并不太清楚那个韩国的资料是什么 难道是那个高官他自己想要结婚,他自己要处理财政事务,所以延迟结婚吗?我方并不太了解那个数据哦 而且对方没有一直告诉我说,对方没有说,不要谈平均年龄 对方没有告诉我说,难道不看法定年龄,我方只看法定年龄,不看现实状况 所以对方朋友告诉我说,法定是不是现实的咯? 国卫法律甚至跟他没来 没有关系,接下来我想问对方变哦 今天,其实对方朋友一直告诉我们数据数据数据 但是今天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教授拉吉尔伯特在一起著作中价格战争 告诉我们说,人们寿命的延长,一部分一小部分,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医疗的发展 更大部分呢,是从古至今,人们对卫生的概念有所进步,有所普遍化 所以这才导致遏止那些疾病的传染 所以呢,这种文化的因素,这种概念上的因素呢 这不能在数据中体现的,所以对方没有提再多的数据都好 数据是中立的,它只能就是论识,你不能认证出它的必然性 因为更大的因素,是文化在背后所推动,所塑造的 因为真正的主题,真正的那个取决的因素,还是文化 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对方没有今天把平均年龄和适婚年龄混淆了 对方没有告诉我说,三十多岁结婚,那叫平均年龄,所以也是适婚年龄 所以我觉得,我方觉得这并不正确,我们适婚年龄,我相信社会一定有一个概念 因为有了社会的这个概念,我们法律应该有一个法定的年龄 既然有了这个法定的年龄,那么这个法定的年龄就是一个适婚的年龄 如果比这个适婚的年龄延迟,那叫晚婚 所以对方没有显然今天定义都打不冷,如何,其实这种原本呢 今天对方没有还有一点没说到,其实各国每个国家 他的平均,他的适婚年龄,他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有所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各地文化的差异,难道50吗?对方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经济呢,其实并不会正面影响这个晚婚的现象 因为根据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5年开始,1995年的时候 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3兆美元,那是高峰 自2010年一直徘徊在4点多到5点多兆,并没有显著的上升 但是根据中国人民网的日本频道报导显示 30年龄段未婚的增幅,从1995年的10.9% 正值2010年的20.1% 按照人口换算,人数约从85万人,正值193万人 这显示了对方便有,如果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的话,就是不成真 谢谢专家,谢谢大家 请继续继续 对啊,没有,我们继续我们佛论,好不好? 自行,好不好? 今天,你说今天注重经济是一种文化,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要去追求经济是一种文化,对不对? 就是想要去追求经济,对方便了解经济 对啊,没有,好,今天你说大家都想要去赚钱 那种文化,对不对?大家去追求物质这种文化,对不对? 对不对?好,这样子,你说呢 OK,我们这个文化就是一个背景,对不对? 就是一个现在的,我们文化背景,对不对? 对,对,好,好,对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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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现在是一个总本原因哦 那这样,大家,对方便,我们大家都注重经济的话 我打一个问题啦,大家注重经济,有钱人会网合吗? 没有,你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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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家都注重经济,有钱人会网合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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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现在我在问对方,对方有访问我,好 好,那没有,那我告诉你,只有穷人,就有经济问题了,想要网合 那我问你,听大家都学的时候,为什么有钱人能成为辩论员,有钱人不呢? 就是想一想的问题,就是个人的问题 只要我们想成为辩论员,就成为辩论员,不是的,是因为能力问题 再来,实际上没有,今天,如果我们,今天韩流文化来时,是一个文化背景啦,对不对? 今天有韩流文化啦,然后,为什么有人去,有人去追星,有人又不去追呢? 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思想文化 哦,所以就要个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文化,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今天在同样的文化背景有这个韩流,大家都注重经济,然后大家都学生情况下,然后大家都是学生情况下, 再来,这样没有,你说现在的人需求越来越高,对不对?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去追求,对不对? 你不想回来问题,那我听下一题 这样没有,请问,你说法,四婚年龄不等于,四婚年龄等于法定年龄,对不对? 对啊,对啊,请问你的法定年龄定在哪里? 法定年龄 法定年龄? 在以前的人16岁左右,你怎么看? 哦,所以这就是文化背景导致四婚年龄不等的啊 法定年龄其实也是一个定数跟... 哦,谢谢 肯定香港人龄 谢谢百方一点 其实今天的辩论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课题 为什么,对方從头到尾不否认我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对方只是告诉我们说文化也有带来影响 在他 почем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种比较工具 对方告诉我们只要文化是主 tôi,它的主人就成立 可是之后他们有论证文化与如何大于自己所带来的奖励 接下来对方就告诉我们说 没有今天没有我就没有你 所以对方先后论证不公平 对方的论证方式就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没有减肥供减肥中心 我就没有办法变瘦 可是今天有了减肥中心过后 我要不要去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对方以前提作为根本 把先后资讯问题不公平 比较在对方场上不应该这样比 接下来对方告诉我们 对方的理想到底能不能成立是这样子的 对方比的是主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主因是不是代表 它必然影响造成晚和呢 打个比方吧 今天他说的是观念或者是思想层面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就说文化其实没有办法 举出数据原理很简单 它是很抽象的 所以这个时候对方是走文化路线 抽象的解释不看现实因素 所以这个时候我方所有资料他全盘承认 他告诉我因为数据就是就是论识 而我方不想就是论识 因为我们不看现实 我们看文化我们看人的思想 所以这个时候对方无法认真自己的立场 接下来对方告诉我们 根本因素文化如何导致晚和 对方的类比是这样的 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 我们想打赢这场变诺赛 今天的队伍都这样子嘛 我们想打赢变诺赛 这个时候你一定能赢吗 未必 我们要看实力问题 所以靠近变题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注重经济基础 都想过好生活 我们一定晚和吗 未必 有钱人可以直接结婚 富二代可以直接结婚 他不用考虑经济问题 所以对方便有以根本原因来论证 直接晚和对方不公平 接下来对方看 我们谈更普遍 我们再看影响力哪个更广 对方完全提不出数据 对方说我们有法令年龄 这个时候你放的是平均年龄 你放不看现实 可是对方没有 你放拿的房地跟爱尔兰的例子 我放过了很多次 到底是不是晚婚国家 你放不解释 可是我放拿来的韩国 美国 中国 香港 英国的例子 全部都是晚婚普遍的国家 而从他们国家所做的调查显示 他们晚婚的原因 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香港人买不起房子 日本人的收入不一定 雇佣不一定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因为 经济因素导致晚婚 日本人他们想结也不想结 反正是文化败来的嘛 所以对方根本不看现实 告诉我们 就事论事是不应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方告诉我们 他为了论证自己 那个站不住脚的立场 他把我方的数据抽去当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吸闹 我们的数据 告诉我们说 其实经济是在我们文化之下 有了概念才有你了 你才能够成立 所以先后秩序 把我们拉过去 就证明了 他那个抽象的立场 是没有办法自己站着住脚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方说了 我方有很多数据指出 对方不看我们数据 也不敢让我们检验 他的数据 原理很简单 因为他的数据里面有漏洞 他怕我们查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抽象论证立场 不看世界现实 不应该 对方立场无法成立 谢谢 对方立场无法成立 对方立场无法成立 正方二面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好 对方立场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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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来比 我们现在的电话 还是来比数据 我们今天不一定要看数据 才能打一场 所以不要就是不实 我因为你讲不要就是不实 所以数据就是不实 所以数据就是不实 OKOKOK 谢谢你喔 对方说 对方说 你姐姐的中心要不去嘛 对方 对方 那我们要不要去 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对吗 是我们的头吗 我没有想我去不了啊 所以我现在才能够这样子 哈哈哈 还有刚才我想过 我告诉你 是没有牛顿的妈妈 有牛顿吗 所以你跟我比谁 你不跟我平咯 OK 我没有 我不想跟你讨论 OK 请问 呃 女权等于经济吗 呃 女权是根本 是这样抽象的 叫没有 不是刚才你的二辈 在这里 跟我的主演 我的主演在爬问 女权是女方提出的吧 对对对 对对 叫没有 刚才我方主演 在跟女方二辈 他说女权 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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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经济啊 因为你把他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刚才你也准备一说 呃 以前是不休 不知的 古时代是不休 那我们想问 你们穿什么 要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讨论范围 应该只剩网红水剂 很性败吧 刚才你也准备 明明你们自己说到了 还有同学曾经我们讲完 刚才 你们准备也讲到 最新 律师经济 全部都是同学 不想 那是类比 我们没说是经济 类比 可是对方被有看来总结的时候 就说到 靠近类比 对方被有看来说 日本人想结婚 也不想结婚 想结婚也不想结婚 是不是思想的问题 那是观念的问题 想结结婚了就是经济问题 你不看到 所以我没有说 是经济问题 不看到自己心理 要结是有智者是进程的 对方都是非正式雇佣的员工 或者因为工资很理想 结婚了 是经济什么 对方 这是哪来的数据呢 中国新闻网 6月10日 就是今年的 去日本NHK老站 去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结果 有事 有没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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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方就是论事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接入短片 向前自由编的影片 下来将是两分钟的教练 面球 至于时间 有请双方教练 进行开始